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一些免費的影片 那些資源 那創用CC的部分 大概同學應該都有看過 原則上它是六個圖示的組合 好你可以從這邊 到這個創用CC的官方網站也可以 有沒有四種授權要素 就這幾種 然後組成六種的這個 對了順便問一下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看不到我左手邊的 因為我現在是管理者 所以我看到左邊 如果你看不到 你到工具這邊 有沒有叫做文件大綱 你到工具裡面的文件大綱 你就可以把我左手邊的這個大綱叫出來 這樣有看到嗎 你們預設進去應該是大綱應該是沒有出來 沒有對不對 所以你到那個工具裡面有一個文件大綱 打開就有 因為這樣子它就等同超連結 有沒有這樣 你要跳我的裡面的重點比較容易跳 有 這樣了解了齁 好 所以它總共組成這六種 原則上圖示越少 表示授權範圍越大 那這個只是其中一種 那我發現大家比較不清楚的是 裡面還有一種叫CC0 跟所謂的PDM 你看這裡創用CC 它有懶人包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用懶人包 這裡有個叫公眾領域的 這裡 你進到那個台灣創用CC 那個第一個網站 這裡有叫公眾領域 你把它點進去 有沒有看到有兩種授權 一個叫做CC0 一個叫做PDM 這兩種更好用你知道嗎 因為只要你是人就可以用 不是人的今天應該沒來嗎 也就是我們剛剛用的那個創用CC標準的 你是不是要連結回去 至少最少你要告訴人家是誰做的 這裡不用 所謂的PDM指的就是 人類共同資產 所以你發現 我們有一些詩詞 古典音樂 還有什麼金字塔 也沒有版權 沒有啊 因為那是人類的資產萬里長城 有沒有 那些你都可以拿去用 你不用說 你不用跟你講那是萬里長城 那些都是什麼 都是已經是歷史悠久的 連在悠久的不受著作權保護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CC0 就是他雖然受智慧權保護的期間以內 可是他怎麼樣 自願放棄 他自願放棄 他不要管那著作權 你就可以直接拿去用 也不用告訴我你來自哪裡 所以現在有些收訊型 就專門在找這些圖庫 所以我之前有寫過這個 這一篇文章 這裡 其實網路上你可以找到很多 現在有圖庫是專門在收集這一塊的 就是你除了 創用CC圖庫外 你還有這12種完全免費 而且不只是個人用途 商業用途也可以用 商業用途也可以用 第一個是國內的那個 這裡第一個 國內有一個部落客 他要寫一個那個收訊型 那這個收訊型 其實也是用Google的收訊型 只是他有限定搜尋的範圍 是這些圖庫的內容 這些圖庫內容 所以你打進去之後 就可以直接看 就可以直接看 那有蠻多的 蠻多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找 另外我往下找 給各位看一下 Flick各位有沒有看過 Flick 這個大部分是攝影愛好者 比較會去的 Flick就是分享拍照的那些網站 有些他們在上傳這些照片時候 他就選擇我的照片屬於CC0 反正我就自願放棄的那種 他也有幫我們分類好 所以你也可以在上面直接看 另外像這裡 我找一個 像這個 Pierce Bay 這個 這個也蠻不錯的 因為他有中文嘛 所以你在找比較多 而且他也有提供視訊 有沒有 有點證的 有向量的 也有視訊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這邊 好你這樣一找 他就說找到這麼多 有沒有 那你就看你要哪一張 你就點下去 好 從右手邊 你看 他沒有告訴你 這是CC0授權 可用作商業用途 對不對 免費下載 他很貼心問你 你要尺寸多大的 有沒有最高解析度到這邊 請問這幾 問一下各位 數位相機幾百萬相處 是怎麼算出來 答案就在上面 長成寬 所以你看這一張 這樣是幾百萬的 你們工科的 你不要這樣 這個不用工程計算機 就可以算的 你這樣你以後沒辦法賺錢 千萬了千萬了 兩百萬人家這邊就兩百萬了 你還跟人家 638 638 至少一千九百多萬吧 你們很不精準 你們很不精準 不然你至少這個拿出來 對不對 乘以多少 有沒有兩千 兩千 兩千 二十五萬六千 對不對 這樣知道像素怎麼拿 怎麼算了吧 所以那個 你不能當老闆 你這樣一定會虧錢 兩千萬 把他當作兩百萬 那算 這樣有了解的齁 所以其實你真的可以找到很多 那除了這一種以外 除了這些啊 其實你還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 那也有一部分的齁 也有一部分的 是有特別提供那種去備好的 不過這些網站大部分 大部分有提供去備好的 通常都是就是僅供個人使用 不能商業用途 不能盈利用 那你可以像這樣 你看 像我就蠻喜歡第一個網站 第一個網站他跟別人不一樣 他是 這個網站是3D的圖 就都是3D模型的 而且你可以自己旋轉你要的角度 轉到你要的你再下載 當然他有他需要註冊 第二個他有付費的方案 如果你沒有付費 他會有一個一點點的浮水印 這裡 他應該不算浮水印 各位應該有沒有看到 上面有一條一條一條的 白線 這個就是他沒有註冊版本 可是我覺得這樣還在可接受 也不會很醜 好就是說雖然我沒有付費 但是也可以用 這是第一個 那你往下走 你看這裡 有一個Stick PNG Stick就我們叫做貼紙 貼紙你可以點進去試看看 這個也很不錯 這個我開新的頁面 Stick 好在這裡第二個 這裡有一個 你把它點進去 一樣你用關鍵字搜尋 或者你在下面他有一些類別 有一些類別 你就可以找看看 像哪一種的 像這邊有推特的 對不對 而且他也有幫我們做分類 你要動物的啦 你要像這個人 你應該認識吧 不認識他的應該 沒有嘛 全世界都快要被他搞翻掉了 他號稱不是 世界上最有權力的男人嗎 政治人物 那種點進去 好沒有看到他 對不對 梅克爾 因為他在第二頁 他在第二頁 好 往下往下 就會看到他了 點進去 這些都是去備好的 好你要這一個有沒有 你就把它點一下 然後呢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下載 現在 download那麼大一顆 各位還是要留意一下 這些網站 他也要生存 所以會想盡辦法有download 那有些是假的 就是廣告了 你就不小心按到 所以你自己在點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 你看他的license 有沒有說free for personal use 有沒有 商業的不準 對嗎 所以我們個人使用 像這樣下載 就下載下來了 他也沒有問你你是誰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把它一樣 拿到哪裡 拿到我們的 那個 AtiPlant裡面來用也可以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會找那個去備的圖了吧 因為有去備好的 你要做那些合成 是不是就特別簡單 那你這邊拉過來 有沒有順序的問題 有對不對 你可以按右鍵 跟office一樣 有沒有上一層下一層 跟最上層最底層 對不對 按右鍵有一個顯示順序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把它放到最上面 我就把它移到最上面來 這樣川普就躲在那個後面了嗎 這樣可以嗎 這樣了解 可以 好給你試看看好不好